曾经是新冠肺炎 原始疫情核爆点的武汉 再次陷入封城恐慌 去年满城封锁76天的记忆犹新 粮仓一定要补好补满 就算是防疫管制期 市民也豁出去了 纷纷涌入超市 大举轻货家 老板 老板 肉丝卖完了吗 这边直接买完了 都没了 但也会 就买完了 丢塔变种病毒7月下旬 攻破南京路口机场后 10天内已经蔓延16个省份 26个城市超过300人确诊 这个数字虽然远远比不上 美国单日新增8.5万起确诊病例 但是已经让北京当局拉警报 至少20个城市实行封锁 长达一年没有新增疫情的 武汉也遭到突破 周日新增6起本土病例 当局下令全城1100万人口 通通进行筛检 为了堵住丢塔疫情 各地政府恢复雷厉风行的管制手段 江苏扬州主城区 现每家每户一人外出采买生活物资 湖北京州则是把确诊病例 去过地点部分街巷马路 通通封锁 并进行封锁区内全员核酸检测 目前北京当局的防疫重点就是 零容忍 要不计代价避免噩梦重演 因为他们是零容忍 所以作为都是非常地霹雳手段 我们先看两个城市 这两个城市 一个是张家界 张家界就是因为魅力湘西 那一个大型的舞台的表演 结果怎么样 其实说坦白的 他告诉你增加的确诊个案 但是包括你来这边的游客 游客不能出去 居民当然也不能出去 也就是说 我今天不小心 我去张家界游玩之后 我回不了家 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武汉的部分 他通报说有七例确诊 怎么样 七例确诊 然后都不能出门 他又要封城了 包括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的是 来 23个城 包括郑州 南京 扬州等等等等 要去北京的火车票 也都不行贩售了 不行了 那我请教任俊哥 怎么样来看 感觉案例数是少 对不对 对我们来讲是少 可是为什么 作为这么样的霹雳手段 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过去一段时间 一直在告诉全世界说 他们的疫情控制得当 而且他们整个的疫苗 施打的状况 因为他们就是 就他们自己的国产疫苗 要求他们都打 那所以感觉上 好像也在跟国外宣传讲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安全的 但是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几个这个例子 尤其他这个Delta病毒 从机场呈现破口的状态 你真的去看那个机场 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大的机场 它的年的这个旅客的流量 那个流量大概是在2000万左右 2000万人数其实不是算特别大 可是因为它是有国际机场 所以透过班机的这样一个运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说 大家觉得说 它的管控 虽然你有这个什么打病 打这个 这个所谓的疫苗 好像打了很多 可是即使以北京来说 北京号称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疫苗的这个施打 已经达到90%以上的 这样一个施打率 但还是有一些人去得到了这个病毒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会呈现出另外一个状况 你看我们现在数字上面写说 10天攻陷它16省26个城市 可是在16省26个城市之前一天 它是15省16个还是十几个城市而已 就是迅速增加的还蛮快的 非常多非常快 那这个还是你追踪得到的 那我们其实以台湾的这个经验来看 或者以全世界的这个经验来看 那你有一些的黑树 可能都不在你的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 比如说他们有这个什么魅力相吸 还是什么的 那你看中国大陆在这几年的时候 他们一直很发展地方的这个所谓的观光特色 从最早期的什么印象西湖开始 然后都跟你讲说 哇大家坐在那边 肩并肩 然后头靠头 而且说拍照的时候 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别人的 因为大家都喜欢 我觉得那是他发展地方特色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创的一个概念 可是您刚刚特别提到了 那他为什么要赶快停办这些活动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以为说他安全了 所以他可能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有时候 这个中国大陆广大的同胞们 讲话又大声 然后又喜欢这个 那搞不好觉得安全的时候 口罩就不戴 那一口罩不戴 你就会发现到 以现在各国来讲 你只要一不戴口罩 你看可能最大的破口 就从这边就蔓延再出去 所以他现在开始要求说 赶快把这些地方给控制住 你可能要暂停演出或什么 可是刚刚提到武汉 我觉得武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武汉在最早的时候 曾经经历那个封城的那个可怕 你还记得当时一解封的时候 那民众这样摆堆 在那个高速公路砸到口 你知道 他一解封之后 放鞭炮的放鞭炮 放烟火的放烟火 冲出去的冲出去 虽然冲出去的 在他封城之前一批人冲出去 导致全球那个 可是你看这一次 为什么武汉人会怕 因为很简单 他们曾经被关过那么多次 所以他现在很担心 你看一千一百万人大筛检 我也不由得佩服中国大陆的厉害 一次搞这么多人 但你有没有严格筛检出来 我不知道 但他最少数字上刚才说 我全部都在做 可是为什么这样做 民众其实反映很现实 他不信任 他不信任你做出来筛检 是有效没效 因为他很怕就是 你今天筛检出来 到时候又给我封城 所以一大堆人去抢 一大堆人去抢 因为他很怕第二次再被封 而且可能会无预警封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看 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到的一个困境是 他前这一年所做的大内宣 大外宣 基本上我认为是失败的了 全世界各国哪一个人敢讲说 他打了疫苗 施打率到多高之后 他就永远不担心了 不好意思 美国开始恢复戴口罩 很多地方都告诉你说 他要严格回来控管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透过现在这些讯息的传递 他有没有可能会呈现第二次 被病毒攻破 这次病毒可能跟武汉无关 就Delta 可是我认为他对武汉的真正代表性 是因为武汉是对的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 他们这一次的疫情的 在这一次的就是有一个破口 对疫苗的打击其实蛮大 因为中国不是说我们疫苗很棒 对Delta也很有效 可是现在反映出来的状况 就是黑丁打脸 你看我们两个地方 在疫苗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的公开透明到什么程度 你记不记得刚刚记者会的时候 有记者问说 我们这个施打疫苗完了之后 有再被感染的这个确诊的人数是多少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说你打了第二剂在14天之内是3例 14天以上的是6例 总共加起来9例 我们敢公布这样一个数字 告诉大家讲说 即使你打了疫苗之后 你还是有可能会染疫 这个数字完全公开透明 中国大陆敢公布吗 他只能跟人家讲说 他的好棒棒 这都不要讲国外曾经 好几个地方传出来 就是我整批施打你中国大陆的疫苗 完了之后 整批那些字的大家都对了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凸显出来 就是说我也不敢去 我也不去批评说 中国大陆的疫苗是有效没效 他们觉得有效就有效 华语就好了 可是如果他的民众 真的那么相信他的外宣 他的内宣 认为打了疫苗之后 就天下万夫莫敌这样 我认为从武汉人的反应 其实很简单 湖北告诉你 他要进入战时状态 湖北当时也封多久 我认为他们会担忧 那这个担忧 其实也是在告诉中国大陆的 这些当局们讲说 即使我们这样做 我们也是故意怕 而且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 对岸他们在讯息的发布里面 有一个老太太 其实也没那么多老 就六十几岁 有点倒霉 来慧珍我们看 这个他是一个染疫的人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媒体 蛮有意思的 他怎么样 他说我们扬州的那一个病例 都跟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太太有关 你有说过说哪一个染疫者 然后我会贴说说 他是不负责任吗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谴责他不负责任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他户籍是在南京 六十四岁一个毛女士 然后他是七月二十一号说离开了管制的南京 来到了扬州 然后又因为他很爱打麻将 所以后来在扬州公布有五十四例确诊者当中 有四十例就是在这个 他们的棋牌室就是麻将桌 打麻将的地方 去那边打牌 有四十个个案 应该是怕他有关 然后贴一个标签叫做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太太 来慧珍怎么看 就有人家其实在享受 他的一个所谓的退休生活 就现在被冠上一个不负责任 所以也是蛮倒霉的 但事实上我觉得 为什么中国对于这一次的Delta病毒 会觉得非常严重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在七月二十号南京的 确诊的人数里面 就有人是打了两剂疫苗 结果他还确诊 所以这等于是 就像你刚刚所提到 等于是直接就说明了 这个疫苗的有效度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对他们认为 自己的疫苗有效度 受到一个很大挑战的 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也难怪整个中国 对于这一次的疫情 是采取可以说是霹雳手段 我们刚刚有提到 像武汉这时 武汉这时候又开始宣布 说进入一个暂时状态 对于全市有一千一百万人 要进行一个核酸检测 那你知道人家想说 武汉是不是很严重 到目前为止 武汉才公布才七例 对啊 七例为什么会搞成 七例搞到一千一百万人 通通都来大筛检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他们自己也知道 其实中间有很多的黑数 中间有一些黑数 是没有被弄出来 第二件事情是 这也代表这个 Delta病毒的一个传染力 是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所以他们才会说 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七例的情况之下 但我们已经决定 要对这个一千一百万人 进行一个核酸检测 尤其你要知道 武汉这一次再起 对于整个中国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 怎么说呢 武汉当时已经全部 把疫情控制下来的时候 宣布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 是去年六月的事情 换句话说 从去年六月到下 已经超过一年多 武汉是没有本土疫情的 所以这也代表说 我们中国 这个武汉一打成功之后 武汉这一个病毒 控制下来之后 代表着我们中国 战胜了这一次的一个疫情 跟战胜这个病毒 所以反之 现在整个疫情 武汉又再度宣布 进入一个好像暂时状态 全市有可能 未来是不是会面临到 当时重演封城 76天的一个情况 连武汉人自己都担心 所以才会上演 这样子的一个抢的一个戏码 所以当武汉这一次 再度的疫情再起 其实就也凸显出 全市就在关注 关注什么 关注你中国 是不是会面临到 第二波疫情的时候 你的疫苗 到底能不能控制住 我先给大家一个数字 疫苗现在全中国宣布 他们在8月1号为止 已经全中国打了 16.69亿剂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说 它的这个普及率是 大家都先 有14亿人先打 还是说两剂的多 不晓得 对对不晓得 但是从16.69亿剂来看起来 其实他们施打率是非常高的 但施打率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到现在疫情还没有 还是如滚雪穷 你说从7月20号到现在 才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结果已经拓展到了 16个省市 这其实是一个速度 非常非常迅速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跟你讲高峰期还没来 为什么呢 因为8月2号的时候 他们中国新增案例里面 有90例 其中本土案例里面 是61例 到了隔一天 8月3号 整个中国新增案例 来到了96例 96例里面 光是本土的 竟然来到71例 所以它等于是比前一天 增加了10例 你光看这样子 滚尬的这个速度 你就知道 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疫情 其实才即将要慢慢步入 一个大爆发的状况 另外一个让中国 比较担忧的是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武汉 这些城市之外 天子脚下的北京 还有以及金融重镇的上海 现在都有疫情传出 所以现在北京也开始 执行一个 其他的城市人 你不能来 你不能来 我现在还是天龙金 北京又天龙金了 就开始进行一个 相当严格的一个管制 所以从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 其实中国 他们也自己也非常担心 这次疫情 有可能会在上次 比上一次更为严重 另外一个是 还有一个警讯是什么 连澳门 澳门现在也开始 有新增的本土案例 连厦门 厦门现在有新增本土案例 而且澳门跟厦门 这个传出来的 又都是Delta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 另外一方面 其实看到他们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台湾也开始 要去审慎的去思考 说以后台商回台的时候 这个部分 是不是要采取 更严格的一个相关的管制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这样子一海之隔 那个疫情 很容易就会突破 这样的封锁线 因为在北京 天龙京的部分 刚才你都不能来 余将军我请教 我其实有看到 北京城 几乎他打疫苗的比例很高 我看到的数字是百分之九十几 那如果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打过疫苗了 然后你说 来你洋州不可以来 郑州不可以来 南京不可以来 前后有二十三座城市 通通你都不能进京 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已经高达九成多的人 都打过疫苗了 是不是某种程度 不把他其实也是露线的 来 于将军 这个应该是完全 他的内宣崩溃 整个崩溃掉了 因为中国不断地 对他的人民宣告说 你只要打了科兴疫苗 打了国药疫苗 你就可以安心了 可以跟美国一样 看PGH 看NBA 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中国一样可以恢复到 往日的次序与繁荣 那人民很老实 这些人民心里想 我打过疫苗了 说不定这一个 不负责任老太太 他也打过两剂了 你知道吗 他心里想 我玩到中央的指示 我打过两剂了 刀枪不入 我就可以到处去游玩 到处去走 那不是政府给我大内宣 我用我的身体来体验 你的政策是不是正确 最后糟糕了 完全错误 变不负责任老太太 我变成了一个 不负责任老太太 那我当时也听了 你的政府的宣导 说我去打疫苗 我也打了你指示的疫苗 那现在我 我突然间确诊了 我传染这么多人 你居然说 我是一个不负责任老太太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大内宣 在这一次是完全破功 而且我要再跟大家 强调一件事情 疫苗真的不是万灵丹 我们以前在军中 在涉及或演习的时候 我们都会穿防弹背心 戴上防弹头盔 那你说我这个防弹背心 我的这个防弹率 高达百分之百 那你敢穿着防弹背心 到靶区前面去 来来打我啊 打我啊 你敢去吗 你敢去吗 我告诉你 就算防弹 打到你 你肋骨会断掉 你的肋骨一样会断掉 虽然你不至于 会因此而丧命 你的肋骨会断好几根 至少让你在床上 躺上半个月 所以打了疫苗以后 不是就刀枪不入 不是就穿着金中道铁不三 我就练成了绝世神功 就可以倒出去 这是错误的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大内宣 是完全的失败 你没有建立一个 正确的公卫观念 在我们国内 所有人打过疫苗之后 CDC不是一样讲吗 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安全距离 不能停 并不会说 你打了疫苗以后 打了两剂之后 你就放心 我们有一部电影 叫僵尸电影 叫末日之战 里面的男主角 打了僵尸的疫苗之后 所有僵尸看不到他 从他旁边冲过 各位我告诉大家 那是电影 那是好莱坞的电影 那不是真的 所有的僵尸 就是比喻所有的病毒 病毒不会因为 你打了疫苗 就不会碰你 它一样会碰你 只是你的身体里面 具备了一些抗体 抗体一样会让你生病 会让你确诊 只是你不会变成重症 我觉得大家要 要确认这件事情 不要把疫苗说 我打完疫苗之后 不用怕了 打完疫苗了 这个病毒看到 我就会害怕 就会痘痘 那是电影 那是电影 那为了要让你 买票进去看 它不是真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 这个好莱坞的电影 末日之战 想象成我打过疫苗 所有的这些病毒 看到我之后 就会自动散避 回避 病毒不会怕你的 病毒不会去 我认识你打过疫苗 没有 它一样会沾到你身上 就算你不确诊 别人会因为你的 间接接触而确诊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 你的整个内宣 是拿着人民的生命 与健康在开玩笑 你让人民 得到了错误的观念 打了你错误的疫苗 然后生病 确诊之后 再把这所有的事情 栽葬到他头上 我觉得这个老太太 没有办法 你在中国 没有办法国赔 没有办法申请国赔 你这是间接的 被错误的政策 霸凌下的产物 所以我觉得 国人对于 整体防疫的内容 跟认知 不要因为这些被错乱 国内有疫苗 赶快去打 真的不要再挑了 因为虽然不至于 会变成刀枪不入 至少提升你的抵抗力 让你的身体具备 基础的抗体 这才是大家要 共同的认知 但是对岸人民 没办法 老太太你只好扛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东京奥运里面 桌球 昨天大家一直在关注的 就是桌球的男子团体 的八强赛 台湾其实蛮可惜的 不敌德国 是以2比3是吞败 可是呢 我们的拼战精神 你看 那个德国的桌球 有一个奥恰洛夫 他真的对我们的小林同学 感觉上有一种 那种英雄是英雄的气氛 所以他特别找他去合照 然后呢 他在社群也留言 他说 跟台湾的这场比赛 他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艰困 因为他说 跟台湾的这场比赛 结果呢 中国的这小粉红 他们就很感冒 翻墙 去出征 奥恰洛夫的社群网站 甚至 我是觉得 这个奥恰洛夫 你真的要硬 硬起来 他竟然又去修改留言 台湾不见了 我们一起来看 和台湾桌球 招负庄志渊 速敌对战 再次拿下胜利 德国桌球一哥 奥恰洛夫 在东京奥运 男子桌球团体 八强战 带领德国 以3比2战胜台湾 只不过这场比赛 奥恰洛夫打得并不轻松 还被小林同学 林荺如甜蜜复仇 也让这位前球王 赛后在社群网站 除了PO出 和林荺如的合照 还留言写下 八强战对战台湾 监困中拿下胜利 抒发对战感想 许多台湾网友 留言暖心送祝福 偏偏中国小粉红 却对他直呼台湾 很感冒 更剥离心碎 大举出征 不理性的举动 出乎奥恰洛夫想象 赶忙在社群网站 修改相关发文 台湾硬善消失 但不光奥恰洛夫 用台湾 而非中华台北 称呼我国 驻德大使谢志伟 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他在德国看转播时 德国酬评 全场都使用 台湾和台湾Niss 转播赛事 毕竟在东奥赛场上 台湾健儿表色愣眼 喊出台湾再自然不够 世界各国也正顺应潮流 让台湾被看见 赛地新闻 为人军报道 我们先来看这张合照 这张合照 这边是小林同学 然后这个是奥恰洛夫 这其实是奥恰洛夫 他自己先po出来的 然后我们想说 他po了我 那我借他的再转发一次 所以有这样一张 那我们看到是 这个奥恰洛夫 他在自己的社群网页 他说什么 很难打 在这个八强赛里面 但是他说 对的就是台湾 对不对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台湾怎么不见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玉慧姐 其实奥恰洛夫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认真的一个运动员 那在昨天的这场的比赛 那他跟小林同学的一个比过了以后 他真的是对于小林同学是非常的疼惜 看到小林同学经过了四天奋战的那个精神 我觉得他是相当的这个珍惜 有这样的一个对手 所以他讲的是against台湾 因为他跟这个台湾来对打 然后接下来呢 他要希望大家帮他加油 他接下来要去打日本了 就没想到竟然是这些小粉红出征 奥恰洛夫老实讲 他第一时间的时候 他真的是张二金高 摸不着头脑 他不晓得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因为大家骂他 都跟他讲说 这个你明明就是 这个是中国的一省 怎么样怎么样 就讲他 后来他就把台湾消掉 他还另外一个 他也把日本拿掉了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中国老师在那边讲说 这个政治归政治 体育归体育 可是你看到了 在这一次的奥运 你看到中国人有政治归政治 有体育归体育吗 没有 他的政治就是体育 他的体育就是政治 所以中国人 你真的觉得 中国人跟台湾人 我们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 BBC也好 New York Times也好 很多的国际上面的媒体 他们都发现了 在这一次的奥运当中 台湾我们的运动选手 用我们自己的实力 让未来国际上面 他要认真面对 未来是不是还要强迫台湾 用Chinese Taipei这个名字 这个在地图上面 你找不到的国家的名字 这个是现在在国际上面 已经讨论了 不止在日本 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 但你看看中国 中国是你打赢了他也骂 打输了他也骂 他在面对 不管说是台湾这边 有人来帮我们 自己国家的选手加油 他也骂你 甚至要去出征 搞到小S了 搞到一大堆的艺人 这不知所措 那你看看我们台湾 我们跟中国 真的是很大的差别 我们不管是 像郭信淳 他拿到了金牌 我们非常的开心 像看到林阳北 我们也真的非常开心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两个 这样子可爱的运动选手 那我们看到了这非常可惜 差一点点的这个戴姿颖 我们大家是力挺他 认为戴姿颖真的太棒了 然后非常疼惜他 在运动赛事当中 他的膝盖受伤 那不管说是这个凯开 那李志凯 那他的这个银牌 我们也觉得 哇好棒 虽然差一点点 我们都觉得好棒 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运动选手 有拿牌的也好 没有拿牌的也好 我们是真心的 我们真的非常敬佩他们 为台湾在出赛的时候 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奋战精神 为台湾出赛的时候 让我们在苦闷的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觉到了那种欣喜 可是你看对岸 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所以也难怪全世界 他会认为说 在这一次的奥运赛事 台湾的选手不只为了台湾 我们争取到了 自己在国际上面的地位 台湾也在国际上面 我们所有人 我们不会像中国的陈青城一样 动不动就问候人家的 这个祖宗八代 而且如果他真的是 知道羞耻心的话 我相信他不会一而再 再而三 在每一场的球赛 遇到韩国的选手 场场每一球都用这么大声 而且这么难听 连现场的台湾的主播 都不知道该如何转播这场的球赛 因为那无法消音 我们不能一直逼逼逼逼逼 因为他后制来不及 他没有办法消音 他没有办法消音 所以你看到中国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也呼应了 在前一阵子 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 政大的一份的民调 他这是非常长期 二十多年来做的一份民调 现在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 已经占六十三%多了 但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二点九% 为什么你从这一次的奥运就知道了 在上一次 虽然我们公投当中 东奥证明我们没有办法过 但未来我觉得全世界会让台湾 我们大家非常的开心 而且非常的骄傲 更重要的是非常有信心 我们走到哪里都知道 我们自己叫做台湾 我们知道自己叫做台湾 然后BBC他们其实也特别撰文 我请教朗东我们来看 BBC他写了什么 他的中文版里面 他讲到说东京奥运 三个不能用自己国家名字参赛的代表队 以这样的标题来做报导 然后他又提到说哪三个呢 除了俄罗斯因为禁要问题 所以他变成了ROC 还有就是我们台湾变成中华台北 还有就是一个难民代表队 然后这个新闻写出来之后 谁对报导有意见 中国驻英大使馆表达强烈反对 因为说不可以 他不能接触 你为什么又把台湾跟中国分出去了 他有意见 可是我们看 来德国媒体昨天转播这一场 桌酒团体赛的时候 他们怎么转播的 台湾我们是跟对打的 这个对方国家是什么 是台湾 然后选手是台湾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他们真的要这样子 到处的玻璃心碎的话 我觉得他到处去站会站不完 比方说台湾です 哪大要不要出征那一个 那包括我们说南韩 日本加拿大 俄罗斯等等 有非常多的国家 这一次把我们那个奖牌的排名 然后他上面的那个旗帜 不是奥运的会期 用的是我们的国旗 他到底要去对付谁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 就是说中国人 你越要这样你要站真的是站不完 来朗东 对啊 中国人在中共的领导之下 已经被大内宣大外宣洗脑到精神有点不是很正常了 你去看到的名字 不知道他们最大的报纸 今天他们最常讨论什么都还在讨论奥运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疫情现在就翻烧回来 正常思考这样 可是为什么 他们相信党嘛 我相信共产党 他可以控制好 所以说疫情我都不关心 我就去这边看奥运 那看奥运你也不是抱着一种健康看比赛的心态 而是把非常浓厚到近乎变态的国族主义放在里面 那刚刚提到的是说 BBC它其实就是报导了台湾的处境 而这件事情在国际社会上面已经很久 只是说现在开始国际媒体 全世界开始看到台湾的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看到这个问题 因为他就知道 其实先给中国看的啦 就是说我们知道你中国在整台湾 而我们现在要站在台湾这一边 那中国驻英大使馆当然就表示强烈抗议 然后去抗议BBC 可是他除了发明抗议之外 他不敢怎样 不然你就把驻英大使馆撤掉 你跟英国断交 你也不敢 在那边那边讲这些有的没的 那不然德国这件事情也一样 德国过去算是说 跟中国想要保持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 他的很多工业 汽车产业想要在中国生产 想要去赚中国人的钱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其实不管是德国还是欧洲还是美国人 他们的尊严是非常重要 因为自由跟尊严 他们过去是用血泪 用革命的方式 抗争的方式去争取来的 那你平时说大家做生意 原本各取所需 大家双赢 买卖之间也没有谁欠谁 大家要想好就好 可是对中国人来讲 不管是中国人买你的东西 还是你卖东西给中国人 都是中国人天朝私恩给你 你这外国人的这番邦应该要感激 这就是中国人基本上的一种心态 这种心态过去 其他世界各国的人 看得没那么明显 可是这几年来 在习近平的掩饰说 他内政失调的状况底下 他就不断地去做这些内宣 搞到这些小粉红 精神不是很正常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干嘛 他就出生一人 搞到说什么 连写个国家认证 这就是说这个也可能也是台独 这些国家认证这个也算 这个才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 不然说这个德国选手 他也只是写台湾而已 然后他还被迫要去修改 那这些对于德国人来讲的话 以后他再跟中国人做生意 他脑中会浮现一个念头是说 我真的要赚这笔钱吗 我赚这笔 会不会让我损失非常多的尊严 那所以你这一连串的事情 看下来 你会说他现在又就是说 什么宇宙选手陈欣诚 就说我这个只是发音不标准 我是讲watch out 不是在讲这样话 你就试试看嘛 以后我们看到中国人 就讲这两个字嘛 就watch out了 就讲这watch out嘛 然后用他的发音方式去跟他讲 他不是勒 他中间还夹了好多牛 吉他的 他讲了其他的 去什么之类的 对而且你看他 他有些时候只讲一个字 就单一个字就脏话 那单一个字 那为什么 那你就讲watch out 你怎么会只发一个音节 这根本就是硬拗嘛 那我就觉得说 你要骂脏话 就坦然承认说 我就是这么没水准 我就是骂脏话 你不要骂完之后 请我必须说 你体育活动的时候 大家打得很激烈 有时候就会讲一些垃圾话 或是骂一些脏字 这很常见 可是你那个尺度 一定有程度嘛 你如果自己失手 你自言自语 讲一两句脏话 这很常见 这个基本上裁判不会怎么样 可是你骂到 大声到 全场观众都听得到 而且你是在对方失分的时候 你这样喊 这个有非常严重的挑衅意味 你这个体育赛 重点是体育精神 那你是给全世界 非常多的一些学生 一些青年人做示范 那你想想看 你在球场上面 示范成这样 如果说那些 大家在球场上面打球的时候 看到对手失分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骂脏话 而且骂得超级大声 骂到两个球场外的人都听得见 你看会不会打球变打架 所以我是说 中国人这样的一个数值跟水平 过去是台湾人非常了解 现在他们成功的把自己的低劣数值 低劣数值推到全世界 然后都看得到 我觉得他有一个场合 可以好好的去表达 如果他的意思是 真的如同这个语意 叫做小粉红讲的说 我那个是watch out 我是amazing的意思 来人俊哥 我觉得有一个场合很适合 一般来讲奥运代表团 到败是不是 回来后就会有领导人接见 对不对 那到时候如果习大大 在接近他的场面当中 然后他突然说习大大 watch out 我会怎么这样 你觉得他敢吗 他当然不敢 我觉得网友老实讲 你想要护他 我只能这样说 护也要护得有点品格一点 你已经护到大家都觉得说 你刚刚小方有讲 你如果讲你是watch out 你後面有out 你光那个原因重现 你就会发现 他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他一开始的时候还讲说什么 还讲说是我这个发音 不是很造成大家的误解 结果你看到现在凹成这样 那我其实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现在我反而认为 在中国大陆当运动选手 好可怜你知道吗 就你打赢打输 可能都会面临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 我反而不觉得说 他可能是针对那个南韩群 他可能想到说 哇天哪 我这个打成这样 如果我被 那个回去的时候 会不会被自己的这个网友出征 会不会他们自己小粉红骂成这样 你光看我们这两天 这两天光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傲恰落夫的这件事情 大家就会发现到 你中国大陆的人 实在是没了到一个庭头 你知道吗 真的 那我们光看我们自己的运动选手 说真的啦 你运动选手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面 就代表他一定有他的一定的实力在 能不能真的为国争光 为他自己争取更大的荣耀 我觉得比赛这种东西 没有人敢说死 但问题是我刚刚为什么提到奥恰落夫 其实台湾民众以前 对奥恰落夫也没什么认识 真的 我如果不是说 每天在那边 一日球迷 我觉得一日球迷也没什么 没什么好羞耻的 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时刻 大家一起觉得说 哇台湾站上这个舞台 对不对 那问题就回来了 大家对他之所以认识 也是因为小林同学 那结果在这个对战的过程当中 你看第一次我们同牌战的时候 输给他 但是后来在男子团赛的时候 那又对上了 我们是赢了 就小林自己本身的部分 他是搬回来了 我觉得第一个小林他证实了 他确实是有拿铜牌的实力 那我就刚刚就讲 比赛场地上面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你光看这两个人下了球场 就是那一天比赛完的时候 那个互动 那个亲亲的那个握手 那个机长 其实我觉得已经代表了一切 就是他们其实 私底下也都很好 那问题就来了 奥恰洛夫在他自己的社群网站上面 就写了一个 就讲说 哇这个跟台湾队打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比赛 那就这样的力 也不行 他里面就写打赢了台湾也不行 为什么 往小粉红去骂他 怎么可以讲台湾 你还要讲中华台北 你不能都讲台湾没有这个地方 那搞到最后我真的必须讲 我说以奥恰洛夫来讲 他后来去改了这个他的留言 他把台湾拿掉 他就讲说这是艰难的一战 我觉得大家不会怪他 为什么 一个运动员就只希望好好的打球 讲讲他的心声 也不行 你就不要 更不要去看到说 其他国外的这个媒体 只要一爆说台湾怎样 哇官网立刻就被去洗板 你怎么可以讲台湾 所以我真的觉得 那一天戴志颖的那个球 我反而觉得戴志颖是估计 也不能讲人家估计 人家很认真在拼战 那个中国大陆的陈宇飞 他有不能输的压力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会输去 你想想他会被羞辱到多惨 如果一个运动员 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里面 都要担心说我打不好 可能要被流放黑龙江 会喔 就去干嘛去的时候 要劳改喔 被出征被干嘛 我真的觉得从他们的球员表现 部分的球员表现 我不能讲他每个人都这样 陈宇飞其实那一天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也很有风度 他也不是那种会到处骂骂 你看那天那个双朝 双超女子队 现在那个南韩那边 也要提出抗议 对这件事情 我其实蛮好奇是说 他们提出这样抗议 然后申诉之后投诉 他们会有什么惩罚吗 比方说什么扣个积分 还是什么怎么样 比赛就那样了 因为他们当时的比赛 那个其实场景是这样 因为他当时那么激动的时候 因为第一局他们是输 中国大陆那个两人组是输 他这样子曹操来曹操去操场做体操 激励自己 完了之后 我跟你讲 南韩国队就连输两局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当然我刚才讲 你有任何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情绪或怎样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们其实是用最低级的方式 去表达他所要表达的东西 不管你是出征 球场上面出征人家对手 或者下了球场之后去出征那些运动员 去出征人家其他的媒体 那你想想看 他们都敢这样去对别人了 对台湾所做的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是因为我们习惯了 你知道吗 我们就认真就输了 所以我们不跟他认真 可是刚刚任俊哥讲到说 怎么会做出这么样低级的事情 而且他们羞辱自己的选手也不手软 我们看一张照片 其实他有帮他打马赛克 我有看过原图 我觉得天哪 这个选手已经比成这样了 我们也会蛮心疼 比方说像戴姿衍 他的膝盖受伤我蛮心疼的 可是这是一个中国的羽球的男单的选手 然后他其实是输了 没有拿到金牌 可是什么状况 他拼搏的很认真 可是中国的网友说他什么 你说的真窝囊 说他很窝囊 然后耽误了中国羽毛球的发展 人家已经拼到膝盖都已经碰爬 都已经有起水泡了 那我请教慧珍我们来看的是 他们的各种就是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你如果要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是地狱界全球入华大赛开始了 对不对 因为你什么 每个人一生都要入华一次 那就早一点入华了 我们来看 这是各式各样的 艺人的部分被扫到的 昨天我们看到的是 有这个小S跟蔡依林 然后汪小飞是他的姐夫 对不对 姐夫帮他说两句话 说其实他是最期待任主归宗的外省人 你们不要搞错了 其实很怕又扫到汪小飞了 然后你看到是 我们的歌手徐家营 他用表情符号 他也没说啥 来贴一个台独 你为什么只看到台湾获奖的项目 眼睛很厉害 他们要怎么样去无理取闹 就可以找得到毛病 那包括彭佳慧 他帮我们的林洋佩尔唱了一首歌 走在红毯哪一天 其实你知道走在红毯有两种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拿结婚是一种 然后你拿到奖牌是另外一种 就是那种代表光荣 对不对 结果原来你这个叫台独 然后柯家院的部分 刚刚朗东有提到 他就是那一个饮料上面写了国家认证 那快点也不行 那有什么可以的啦 来贺珍 所以我其实怀疑 真正的台独分子 其实是那些小粉红 因为就是你心里充满的 满满的台独 所以你看出去的世界 全部都是台独 不然实在没有理由 为什么人家这样子 连唱歌歌会出事 这真的是太匪夷所思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其实中国很可惜 他们一直希望自己 可以展现给全世界看 他们是21世纪的巨人 结果在奥运的这个 是巨婴吧 对 结果在这个奥运的殿堂上 他们展现出来了 却是文化的一个侏儒 谁会这么没水准 在比球的时候 一天到晚在那边弄来 讲那些很难听的话 我在想 他是不是其实属牛的 所以他饿了 所以他要吃草 然后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会抗议 我也属牛 你不饿 你不饿 所以你不用一直要吃草 所以这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以后要看到 这个陈女士 应该或是曹小姐 我们以后就叫她 直接叫她女 你就是牛啊 抗到鸭也是牛 就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一个没有文化 没有水准 另外一个是 其实透过这一次的 整个的一个运动赛事 我们看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全世界的人 透过这一次 更展现出支持台湾的一个决心 因为你看连报道 连所有的一些转播 全部都直接讲台湾 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知道 到底什么是中华台北啊 对他们来讲 台湾是一个非常清楚 第二个是 透过这一次奥运 我们也看到我们台湾 年轻人的一个自信的一代 这个自信 而且发自内心里面 认同这个国家 而且非常的有风度 比赛不管赢或输 全部都会展现出 一个运动家的精神 这件事情也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另外一方面是 我们同一个时间 我们也看到台湾人的一个文化素质 跟的一个水准 真的是已经跟完全 尤其是跟中国截然的不同 我们现在可以非常大方 去攻克别人 即使赢的是中国 像陈玉飞 其实陈玉飞 我个人非常欣赏他 为什么 你要知道 他所接受的 可以说是把自己练成一个机器人 所以当那天 他比完赛的时候 戴智颖是跪在地上 他是整个五体投地 一趴在那边 你就知道压在他身上的一个压力 有多么的庞大 看到一个人 用这样的方式 为他们自己的国家 争取一个金牌 你不要说他是中国 我都会为他高兴 你知道吗 他这样的努力 结果 他们中国小粉红 展现出来是什么 竟然骂他 骂他说 你赢得一点霸气都没有 你竟然是靠对方 输球在赢前的 然后竟然还这样骂他 所以我们说 虎毒不食子 结果这个中国的战狼文化 是连他们为他们拿金牌的选手 都生吞火波 这样子的国家 实在是非常恐怖 而且除了非常恐怖之外 其实某一种程度上 我也非常同情 所有在中国的这些运动选手 他们拿了银牌 竟然还要道歉 这什么样的国家 会让自己的运动选手 拿了银牌 还要道歉 我们台湾 对于我们所有拿到银牌 甚至是没有拿牌的人 也没有关系 我们都觉得 你其实出国比赛 就已经是代表 就已经是代表台湾 就已经是 对我们台湾的整个一个 在国际上能见度曝光 所以这件事情 对我们台湾 不管你有没有拿奖 我们都非常感谢 这些运动人 运动选手 结果在中国 天哪 要一个银牌的选手 竟然还要道歉 然后现在又讲到 他们开始抓我们台湾 说你们什么 哪一个地方有入华 我觉得最让我觉得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 连陈正川 十年前的一个脸书贴文 还被人家挖出来 然后挖出来 说什么 说什么 你们要藏起 就说 所以我们要把台湾的一个国旗 偷偷藏在口袋里面 所以我们要把台湾的一个尊严 悄悄地放在家里面 所以我们要把台湾的这个温暖 当成失败的借口 所以我们要把台湾的这个价值 切负了 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他整篇的脸书 他在讲的是什么 他在讲他十年前去中国赚钱 虽然他心里面有台湾 但是为了要去赚钱 养活这个台湾的家 所以他必须要去中国工作 所以如果你是个中国人 你看到这整篇文章 你应该会觉得说 你看我们中国崛起了 连台湾人也要来我们这个赚钱 你应该有这样的自信跟骄傲才对 没有 他竟然去截取中间一点 然后说你台独 然后甚至就说 其实人家十年前的贴文 他把它找出来 之后把它说 你看陈正川是挺小S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真正的台独分子是谁 就是小粉红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陈正川的讯息 其实可以呼应到这个馆长的说法 馆长说去中国赚钱 本来就是要又贵又甜 难道你是今天才知道吗 这其实是蛮心酸的 商业是商业 可不可以把它比较单纯化 那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全球布局里面 美国又有新的动作了 即刻起 启动的是一个全球军演 而且是4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今天中午有一场比赛 相信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关注 是全级的部分 我们51公斤量级的这个 我们的选手 黄晓文 那他最后是铜牌 因为这一战呢 他是落败了 你想想看 他落败了 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会觉得他的拼战精神 还是蛮肯定的 可是对岸的那一种 反正金牌以外的 通通不叫就讲牌 那种态度就是非常的诡异了 来 于将军怎么样来看 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两岸不同的文化 发展出不同的运动精神 我常常讲 我们的运动员 练力量 练技术 练胆识 还有练风度 这个风度从哪里看来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这一次从来没有人认为 黄晓文会拿到铜牌 还好他参加的是拳击 如果他参加是高尔夫球就不得了 那铜牌只有一面 这个拳击只要打进四墙 都有铜牌可以拿 这是拳击特殊的规定 黄晓文讲的是什么 黄晓文他绝对不会忘本 他不像有线成名了以后 那个爸爸跟我无关 那个妈妈跟我无关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家世 说句实话蛮坎坷的 他的父亲曾经因为吸毒三次入狱 他也不避讳 也没有说 没有 那个不是 他解释了 他还在脸书上有写一篇 没错 他说那就是我的爸爸 我没有忘记我爸爸对我的喊话 他跟爸爸说 他爸爸你是我永远的靠山 这句话多感人 不忘本 这就是台湾孩子你知道吗 这就是台湾人跟中国人 不一样的地方 不忘本 我们的本在哪 就在这块土地上 这块土地孕育我们的人跟温情 他不忘本 另外还有更感人的地方 这时候他为什么哭 他为什么哭 当然得到铜牌很开心 他会难过 但是他是感动的哭 为什么 因为他跟所有人讲 他说你看我手上很多刺青 这些刺青 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解释 但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刺青 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在他的胸口前面 那是他父亲18岁 帮他刺上去的 那是什么图案 他也没有公布过 那我在想 我在想应该是一个 全集相关的一个图案 因为他是18岁生日 他父亲把他刺上去 跟他说 全集女孩 不要忘记你的初衷 因为一个年轻的女生 176公分高的 这种瘦长 可以去当model的体格 他居然去打全集 所以没有人看好他打全集 你会打得鼻青脸肿 会破相会怎么样 我们看很多全集赛 都会打得鼻青脸肿 他选择了这条路 所以他父亲跟他说 既然选择了全集女孩 不要忘记了 你为什么选择全集这条路 莫忘初衷 所以他为什么这么感动 他跟他父亲讲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你告诉我的事情 我要做就做顶尖 我不但要当全国第一 我还要站上世界的舞台 我要站上世界的擂台 告诉大家 我来自台湾 台湾在哪里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张图也很让人家感动 台湾在我们心里 也在他的手上 这张图 你看他刺的不是什么 刺龙刺凤 左青龙右白虎 不是那种 看起来很吓人的刺青 小可爱美人鱼 爱心 对不对 卡通人物 最主要中间 大家看到没有 有一个汗子 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是什么 没有颜色的 没有颜色 就告诉你 我爱台湾这块土地 我爱台湾这个地方 所有的温暖的人情感 我爱我的原生家庭 而且他讲出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听完之后 真的很感动 他的父亲出自这么多次的监狱 他的阿公离婚 开计程车 把他养大 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这个刺青看完之后 你就觉得原来刺青 刺在他手上的 那不是图腾 那不是一个图案 那不是一个卡通记号 那是他与他父亲之间的温情连结 那是他与他父亲之间的对话 所以他很感动的一件事 讲出来之后 我真的觉得 那不哭就是没有人情味 大家不要应急眼泪出来 他跟大家说什么 他说我不能选择我的家庭 我没有全力选择我的原生家庭 但是我的努力 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天哪这句话敢不敢动 这是所有台湾的精神的具体的表现 没有人可以选择 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谁不想 大家都想 我相信黄晓雯也想 他也希望生下来就是那种 有良好的运动场 有良好的教练 有充足的运动经费 有所有三千宠爱及医生 我可以练拳 我也可以买时尚 我也可以走在时代的尖端 可是他没有权利去选 他生出来就是这样的原生家庭 但是他有没有气馁 他有没有自暴自弃 他有没有说像一般的人说 我就这么差 老天就不眷顾我 怨天有人 没有 他选择了一条 每个女孩子都很害怕的路 拳击 拳击 而且他走出了他的自信 他走出了他的人生 他真的用他的实力 用他的双全 用他的毅力做到了一件事 我不能选择我的原生家庭 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觉得 黄晓雯这一件故事 真的可以写成一个电影 他不会比那个翻滚的男孩 还要来得不感人 因为这是没有过的题材 台湾有拍过拳击电影吗 没有 台湾有拍过这种奋斗人物的专写吗 没有 因为林洋沛的印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防疫五月天 哇 每一个人口罩 这厂商抢前的速度 实在是有够快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 这在台湾金行 是一个正能量 可是对岸的一个状况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照片上 两个自行车的选手 然后上面是毛泽东的徽章 这个其实有问题 是违反大会的规范 所以看到这奥委会 中国你要给出解释 那后来央视自己就很好笑 他把他批掉了 批到变成说反正我就 你也看不出来 小粉很又生气了 所以你看人的一生 除了生死之外 就是入华了 每个人都会入华 来朗东 对啊 这个很明显 你说奥运已经规章说 你不要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 那你放毛泽东 这个偶像崇拜的标章 很明显的就是 你在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嘛 如果这个可以允许的话 那台湾选手出载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放个台湾 或者是任何的 跟呼吁民主自由 台独有关的这个旗帜 但你回来讲 其实这些中国的 这些参赛选手也很惨啊 你拿金牌会被骂 拿鹰牌被骂 打得不打指量都会被骂 而且你每看到一个人拿牌 背后就几万个小孩 他们可能是没有出路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 根本不顾你的身体健康跟死活啊 你这次受伤还干嘛呢 国家不会养你的 然后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全国人都会养你的